大家好,我是小师妹 这一期我们来勾制一个非常可爱的奶油小泡芙 毛线呢,选的是五股的牛奶棉 以及3.0的勾针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具体的勾制方法 首先,环形起针 接着绕线圈,编织六个短针 六针完成之后,接着收紧线圈 最后呢,在第一针上 编织一个硬八针 接着锁一针 然后在这六个短针上 各增加一针 一共增加六针 编织十二个短针 十二针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在第一针上编制一个银八针 接着锁一针 这一行呢,同样是增加六针 每隔一针,增加一针 一共编织十八个短针 十八针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在第一针上编织一个银八针 接着锁一针 这一行呢,一共是需要增加两针 每隔八针 增加一针 一共编织二十个短针 二十针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在第一针上编织一个银八针 接着锁一针 这一行的针数呢,不加不减 按顺织编织二十个短针 第五圈完成之后 接着锁一针 然后呢,第一针编织一个中长针 接着第二针 编织一个外钩中长针 后面呢,继续 重复编织 一共编织二十个中长针 第六圈完成之后 接着锁一针 这一行呢,针数不变 同样是编织 一个中长针 一个外钩中长针 第七圈完成之后 接着锁一针 这一行呢,一共是减去十针 编织十个 两针并一针 第八圈完成之后 接着锁一针 这一行的针数 不发生改变 编织编织十个外钩中长针 第九圈完成之后 接着锁一针 然后呢,第一针 编织一个外钩中长针 接着跳过后面的这一针 然后在第三针上 编织一个外钩中长针 接着后面的这一针 不需要勾织 然后在下一针上 编织一个外钩中长针 后面呢,继续 重复编织 一共编织五个外钩中长针 最后呢,在第一针上 编织一个引发针 接着锁一针 然后在空出来的这五针上 各边这一个 未完成的长针 最后呢,将线一次性勾出 接着锁两针 然后在第一针上 编织一个引发针 最后呢,将线剪断 隐藏一下线头的部分 好了,我们这一款小泡芙就做好了 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